为什么脾虚用龟皮丸上火 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最近有个粉丝朋友跟我说 崔医生,我感觉自己脾虚了 我看龟皮丸是补脾的就用了一段时间 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是很好 反而近段时间还出现上火的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崔医生看来,这多是因为虚不受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看龟皮丸主要是干什么的 从组成上来看 龟皮丸是一剂补义的忠诚药 偏补的 是和脾虚后引起的气血生成不足 导致出现心悸失眠,头昏,脱发,健忘等 而这种用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的龟皮丸 就会有不错的效果 但是大家却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脾不光是气血生化之源 它还是生失之源 如果你伸出舌头一看 舌苔厚腻,舌边还有齿痕 这说明了你不仅脾虚还伴有痰失重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 如果用龟皮丸的话 就会出现虚不受补上火的现象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补虚和化痰一起来 有个中程药叫做六君子丸 它就有很好的意气健脾 造湿化痰的作用 对于脾虚伴有痰失的情况 有着不错的效果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六君子丸呢 它其实是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 在加入了半夏和陈皮 但这四君子汤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用来补脾胃之气的 方中的人参大补元气 白竹补脾液气 浮灵绿水渗湿 干草调和猪药 这四味药呢 齐心合理 让脾胃强壮起来 脾胃强健 则气血生化有缘 而半夏和陈皮呢 是用来化痰的 另外半夏呢 还有降涅的作用 它可以把体内化开的痰灼往下降 陈皮则是增强半夏 发挥更大的化痰作用 由此一来 六君子丸 除了义气健脾之外 还有非常好的 这种造湿化痰的效果 所以说 如果你只有脾胸的情况 用龟脾丸就行 而如果说 你既有脾胸的情况 又有弹湿的问题 那么就不能用龟脾丸了 可以选用六君子丸 来健脾化湿 行气 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是崔医生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